曾是马来西亚国家乒乓队议员的邓逸林 七岁时就开始接触乒乓球 完成高中学业后 这位马来西亚的乒乓女将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继续煮梦乒乓球 近日在成都体育学院乒乓球馆内 如今已是小球系运动训练专业大三学生的邓逸林 正与同学为学期末的乒乓球技术考试进行训练 在我期末考试的话 除了文化科的一些方面的话 在乒乓球我们也考了一个达标 就是老师发十颗球里面我们得打上七颗球 而且还要带很高的质量那种 还有就是理论考试 理论考试的话就是考一些 关于中国乒乓球文化的发展之类的 邓逸林从小就在乒乓球上展现出不小的天赋 仅学乒乒乓球三年便打入州队 并获得马来西亚乒乓球青少年组全国冠军 回忆起刚到中国学乒乓球 邓逸林笑着说 没想到刚来成都 与民间乒乓球爱好者的比赛 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 我刚来成都不久 然后就去参加了一个高兴 属于高兴去主办的一个全民健身比赛 然后那时候我得了个第七名 那时候觉得那边都是一些 比较上了年级一些叔叔的 他们其实都打得挺好的 因为那时候我很少输给一些比较上了年级的一些叔叔嘛 可是那时候输给他们其实我觉得挺丢脸的 可是现在我已经来了成都的快第四年了 现在也觉得没什么东西 也挺普遍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输在了经验上吧 在成都体育学院学习的三年间 邓逸林除了苦练乒乓球技巧 还需要学习战术分析 乒乓球裁判等理论知识 说起她心中的经典大战 邓逸林连连称赞精彩 但她也直言 有很多赛事的分析 她实在无从下手 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男子乒乓球单打决赛 那一场球其实是我觉得 马龙和樊振冬的世界大战嘛 就是世纪大战嘛 怎么说 就是双方都很强 而且双方的那个交手的次数也已经不算少了 而且大家都是中国队的 都已经交手了那么多次 也认识了这么久 他们两个交手的话 我只能说是谁抢攻 谁赢 因为怎么说呢 那一场球其实大家都没怎么失误 就只能说谁抢就谁赢了 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 邓逸林感受到了成都全民健身的热潮 她说在成都的留学经历 让她看到了体育发展的更多可能 比如说 在2018年的那个全运会那时候 广场物也变成了一项竞技了嘛 所以我觉得 无论是多少岁 还是在哪一个职业方面的 其实我觉得 体育不限 真的不限你什么专业 做什么工作 什么职业 邓逸林未来准备跨界报考体育管理专业研究生 她希望未来能和身边的同学一起 让小球走向更大更广的舞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